好,來看看範例六吧 範例六的第一題我們看一下 題目說這個函數它的值永遠是正的 那要求m的範圍 m的範圍是多少 這題目怎麼算 很明顯的嘛,開口往哪邊 因為它是個二次方程 二次函數對不對 開口往上 那如果函數值要為正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 判別是怎樣 判別是應該要小於0 判別是應該小於0 所以求判別是法 來判別是等於 b 平方 就2的括號2m-1的平方 減掉4ac 應該小於0 解他就好了 所以這個我想應該不難吧 好,這個自己解一下好不好 這個我寫快一點 結果 化解的結果是等於 -m平方-4m 加1小於0 好,然後變號一下就變成了 m平方加4m-1 大於0 大於0 然後你把它找到那個 因為這個很明顯看得出來 是不能用那個十字交成法 只能用那個公式解 所以解一下吧 其實我不用 我覺得不用公式解 用配方法改快 好,先找等於0 先找這個 找等於0的時候 好,那求找一下 變成m平方加4m加4 等於1加4 這叫配方法 所以變成m加2的平方等於 所以m就出完了 -2加-5 所以它的點坐標 一個是-2-5 一個是-2加-5 然後因為大於0 所以剛好是這兩個區間 對不對 兩個以外的 中間一定是負的嘛 對不對 一正一負嘛 所以答案求它 答案就是x小於-2-2-5 -2加-5 或x大於-2加-5 好 OK,改革 改革 再按 按寫